112年国中教育会考成绩9号出炉 创校4年的花林县施力波斯顿国际双语学校 第一届国酒学生参加国中教育会考成绩亮眼 按照历年来花中花女最低的录取成绩 19位学生全数渴望录取 代理校长蔡博宇高兴地表示 成绩数字会说话 也希望透过在地的双语教学 能够让在地的学子接受更完善的教育环境 波斯顿创校4年 共有19位第一届国酒学生参加这次的国中会考 会考成绩相当亮眼 依照历年的花中花女的最低录取成绩 这19位学生渴望全数录取花中和花女 丰富的教学课程让孩子们快乐学习成长 我们只是在提供贵族学校班的教育品质 那学生来到波斯顿家长就不用再花钱去补习英语 那我们每周的课程还包括小提琴舞蹈等才艺课程 其中也有排球桌球足球教育课程 这些孩子都不需要再额外去付费 那我想现在已经不是填鸭式的教育世代了 实验教育才是新的趋势 下学期新任校长即将推动全球教育的热门课程 PBL专题是学习教学法 让波斯顿的学生都能健康与智能并重 变成一个更好更快乐且更有国际观的世界公民 波斯顿的家长都是勇气有愿景智慧兼具的父母 目前波斯顿新生跟转学生都在热烈的招生中 期待你的小孩加入波斯顿的大家庭 让孩子都能快乐的学习快乐的成长 大理校长蔡博宇只是说明教学的特色 波斯顿国九的学生在今年的国中会考的表现非常出众 尤其在英文科目的成绩更令人瞩目 那本校的是以半天的沉浸式课程 还有专题式的英语教学方式 那将这些课程教学与实际的生活场景结合 使学生更能自然跟全面的学习英文 那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那学生在互动与探索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地吸取英语知识 那同时也必须提到说 我们其他的科目像国语、数学、自然、社会 那他们这些成绩也其实相当的出色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达到会考成绩 都达到B等级以上 那此外本校不仅这些学业上面 有一些优异的表现 其实在体育的竞赛上面也有杰出的表现 像是近期的县长杯排球比赛 他们也是从各国的好手中脱颖而出 赢得季军的荣誉 那这些成就展现了学校对全能教育的支持 并证明了学校在动态或静态的两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 那波士顿学校全面教育的策略 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波士顿国际双云学校国中部外事部主任 Kabel表示 教学则是以时下去世教学方式 PLV教学主题是认识昆虫 我们有很多学生的教育中学校 我们有很多事情和游戏 我们喜欢用来带的学生 带来找的学生去探索不同的问题 和问题 和问问 而通过学生的教育中学校 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更好的考读 和更好的解析 在一个世界上的变化 而在做这个 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准备他们 为一个世界不同 和他们成为更好 任何任何举止的行为 or project based learning curriculum right now fstays we've been doing entomology quest which is the study of insects and today our learners were working on sketching developing their sketching skills so today is the first class of drawing the pictures of the insects they've chosen and tomorrow we'll get them to look at their pictures and see if they can analyse their own pictures in their drawings and discuss it in a group and see how they can improve and make their pictures even more better 更更真實 使用這些重要的思考 像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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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新任校長將推動全球教育的熱門課程 PLV專題是教學 讓波士頓學生能夠健康與智能並重 變成一個更好、更快樂、更有國際觀的世界公民 波士頓家長都是勇氣智慧君之父母 目前波士顿亲生以及转学生都在热烈招生当中 期待孩子们能够加入波士顿大家庭 让孩子们能够快乐学习快乐成长与众不同 记得节目 欢迎订阅